我覺得有成果 因為他們已經 暫定在年底的時候 看有沒有可能 拜登跟習近平 有一個視訊的會談 這是目前來講 其實這個成果是蠻重要的 因為最後這兩個人要會談 你想想看從10月11到12月 這段時間內 他們彼此之間都已經把 對我在乎的事情 就是我要你做的 跟我反對你做的 我都擺出來了 那你也擺出來我也擺出來 彼此之間就在看 雙方的情況 我先再解釋一下這個拜登 拜登的講話 是比較有權威性 還是莎琪的講話 比較有權威性 那當然是拜登啊 當然是拜登 可是拜登講的是 我跟習近平都同意了 台灣協議 那一定只有三個公報 可是對莎琪來講的話 那他國內的這些共和黨 華盛頓的這些反中的政客 他怎麼交代 所以他就硬拗 這個硬拗 因為剛剛 孫大軍講得很清楚嘛 你習近平怎麼可能會同意 你台灣關係法 因為那是你的國內法 不可能同意的 那不可能同意怎麼殺旗 把這個東西拿出來談 那這個就是跟事實不合 所以他用話術嘛 說我們是表達 我們美方的立場是這個 那不是說習近平同意的立場啊 但是拜登講得明明白 是我們兩個同意的 那我們兩個同意的一定是三公報嘛 這個明眼人一聽就懂了 所以拜登講的是實話 莎琪講的不是實話 這點觀眾朋友自己分 我強調 莎琪講的話跟事實有點距離 但是拜登講的一定是事實 因為他跟習近平 兩個共同意的一定是三公報 他算講事實 但是他也不解釋得很清楚 拜登也故意有一個模糊的空間 因為他拗嘛拗不過來了嘛 因為莎琪要想辦法拗過來 因為他知道這個闖禍了 因為拜登怎麼那麼誠實 你怎麼可以把你跟習近平 兩個都同意的東西 講出來給大家知道 你這個只能當成秘密 你怎麼可以公開的來講 但是公開講 我相信現在民進黨內 內心裡面如果還保持一點點 清醒頭腦的人都知道 那兩位老闆在9月份 就是美國時間9月9號 中國時間9月10號的談話裡面 重申了三個公報 才是美中的共同基礎 那也就是台灣協議 我想這個已經重申了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拜登可能有提到台灣關係法 習近平很有可能就是不同意 那就跟這次對話一樣嘛 就是蘇利文談了 香港 新疆什麼什麼問題 就是大陸說就是內政 不需要你管 你也不能管 我覺得這個一定 就是一個同樣的態勢 那所以很清楚的地方就在於 目前來講他們的目標是 重新建立高層的管道 重新建立高層的管道 最終表現出來的一定就是 習近平跟拜登的視訊 那是最終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 我為什麼會說有成果了 對 因為戴琪跟劉鶴通上電話了 之前戴琪一直想跟劉鶴講話 所以這是一環扣一環 因為這個環境上大家可以了 可以講話了 我們才講話 所以你看戴琪跟劉鶴已經講話了 然後講話已經談到了 關稅的問題啦 中國大陸關切的問題 美國關稅的問題 已經談到這個部分了 所以第一次的談話 各方把各方關切的事都已經講出來了 那是不是就會有第二次的談話 所以高層的溝通管道 已經建立第一條線了 那接著那就是要看的是 商業部部長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那就是第二條線再建立起來 那另外一個部分 那就是看布林肯跟王毅 什麼時候直接通電話 就第三條線了 那當然還有第四條線 就是美國的國防部部長 什麼時候去大陸訪問 因為美國的國防部長 已經講了很多次 他希望去大陸訪問 大陸都不邀請 那如果說美國的國防部部長 在這幾個月內到12月之前 因為我再強調 軍事是最後一個階段 如果軍事的美國的國防部部長 在12月之前 12月底之前到大陸去訪問了 那就代表他們的 高層的溝通管道都鋪起來了 鋪起來的那就是年底的 習近平跟拜登的事情會議 就會拉起來 但是各位觀眾想一想 如果到這一步的時候 是不是雙方已經把爭議的事情 已經解決了一部分了 而不是說全部都解決 合作的這個部分也已經在擴大了 其實這個就是中美關係的方向 在略為已經開始在轉了 已經在轉了 那現在是情況是說 初步轉是最難的 轉過來 再轉過來 再轉過來的時候 那就越來越順了 因為它就會產生趨勢性的 或是結構性的變化 跟牛頓的那個定義 一樣 剛開始是最難的 所以你看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小心翼翼 而且語言都非常緊張 因為共和黨是虎視眈眈 共和黨就是不希望你民主黨轉 可是你民主黨如果真的一轉 中美的關係的合作空間 擴大的時候 對拜登的政權是有好處 而傷害並不大的 也就是大部分是好處 那這個對於民主黨要連任 是更有激勵的 你想那共和黨怎麼可能容忍 讓你民進黨連任呢 那一定是想辦法破壞 對 不過我們來看 這個我突然看到這個台灣協議 所謂的拜登 大家好像各自表述 其實你回頭去看 蘇立文跟楊潔篪的說法 跟這個台灣協議 其實異曲同工之妙 白宮我這個 反正我就台海的問題 台灣的問題我會關切 我關切你的問題 所以這邊你看說 我們台灣關係吧等等 可是你看中方這邊怎麼講 美方要求美方完了之後 美方回答什麼 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 就是底線是在這裡嘛 所以說這跟所謂的台灣協議 其實我覺得整個基調 看起來是非常像 不過拜習會 習拜會 他們到底怎麼樣見面 過去白宮官員說 拜登一直很希望跟習近平 一對一的真人面談 但他是說中方斬釘截鐵的拒絕白宮 然後說因為習近平 不想在此刻離開中國 等一下請教帥將軍說說 這個真的有這樣子的一個考慮嗎 那考慮可能會是什麼呢 另外我要看到這個部分 其實有關軍事跟外交的部分 這個是美國的政治報 他是這幾年崛起來的一個網路媒體 那聽說白宮或是華府 很多的官員都會去訂閱他 因為他有很多所謂的內幕消息 他說烏角大廈今後不再使用 大國競爭來形容中美關係 而改用戰略競爭 而大陸外交部這邊回應說 中國從來沒有要讀美國書 但美國也不要讀中國書 我請教帥長這兩個你怎麼解讀 這個第一個拜登哪裡 習近平哪裡是為了新冠肺炎不出國 最高等級的元首互訪 這是外交上最重大最真實的 你譬如說見得不只一紙面 正式會談 私下會談 在什麼莊園會談 都可以談得很深入 那跟視訊會議是沒辦法比的 好 我們再回溯到前面 楊潔篪跟阿拉斯加兩個對干 對干裡面最重要的一句話 你沒有資格跟我不平等的地位講話 那這次所以選擇瑞士 就這麼巧合 八千公里八千公里 那是精心選 我走正門出去 你走正門出去 第一個 中國大陸訴求很簡單 我希望大家以平等的地位來談事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台灣協議 你連個agreement的身份都沒有 這個如果說重大官員見面 或元首見面有聯合公報 那是代表你的態度 正式簽字協約 那才是真正定案的 板上釘釘的事情 這個話術 台灣協議 其實骨子裡面的內容 就是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 對我們最不利的一點 就是美國只是樂見你們不打 我只供防衛武器 所以台灣關係法 跟台灣協議沒有什麼兩樣 第三個 既然拜登的大戰略 是這麼決定的 是這個 原來他要提出合作 又是競爭 又是什麼什麼 那中國回應的時候 你新疆 台獨 藏獨 這個是你的籌碼 我根本不承認 不要給我拿到台辦桌上來交換 這是中國的底線是這樣子 那你要我見面 很簡單 我上面三個條件 一條紅線 你要不要去跨越 那也是談判最後 上一次攤出來的底線 你是不是要取消 所有不平等的貿易 關稅 亂七八糟的東西 不是只學你有利的 對你有利的關稅你降低 其他你不降低 科技還在那裡封鎖 經濟還在那裡封鎖 這中國大陸態度很簡單 你要接受我才跟你 有進一步的所謂元首見面 當然 剛剛賴宗也講了 從現在 從低層一條線 一條線上面討價還價 討價還價 討到差不多才有視訊 討到最好那兩國元首見面 我看出來就是說這個談判還很少 第三個為什麼叫 美國國防部相關的單位 就放出這個戰略競爭呢 這也就代表說經貿作戰跟你前面那個 什麼認知作戰 什麼COVID-19的源頭 這已經失效了 那現在 剛剛賴宗講 它轉彎 經濟上是不是在轉彎呢 那現在只能保留什麼 戰略競爭嘛 戰略競爭 美國的底 底牌是什麼呢 因為美國在二戰以後 在七八十年時間裡面 全世界有六百個海外基地 你能想像嗎 有十四個基地群 全世界四大洋啊 它都有部署 幾乎像這個基地國家的概念 它完全跟 你看 波斯普魯斯海峽 厚莫茲海峽 這個所有的四大海峽 蘇伊斯運河 它都派軍隊 所以 美國國防部認為 這是我的優勢 但是錢呢 你要能夠全面掌控去 四大央 七大海 你的投資有多少 所以這個問題 一方面是像美國政府講 我國防部的軍事的戰略競爭 要投資啊 要不然我維持不了這個態勢 你再看看美國今年的 國防預算多少錢 七千億美金 七千七 他們說我比你中國大陸 兩百五十億美金要好 兩千五百美金 你要知道大陸的工資低 我剛剛在講的 你六百個基地 十四個基地群 你要養多少 對 都燒錢 所以美國也是窮啊 德國 法國 我的駐軍你要分攤軍費 日本要加錢 韓國要加錢 美國正面臨經濟上的問題 所以拜登的底 股子裡的不足 中期不足 國債 美債的問題 通貨膨脹的問題 這個軍費的問題 都是在在都逼著他 我跟你講 所以中國的態度是什麼 好 好爭以下 以義代勞 你要跟我談 條件慢慢慢慢 把以前你提出來那些 無裡頭的東西 慢慢給我去掉 才有界面的希望 要不然你前面涉及的G20 涉及的這個什麼 峰會會議 聯合國 我都不參加 這個姿態已經擺得很明了 絕對不是新冠肺炎的問題 但是你要看到它內涵 所以賴教授你也覺得說 如果說現在做一個 所謂的視訊會議 而不是因為你要真的 就是當面面的話的話 大概它的鋪排 準備要更多 那到時候萬一中間 出了什麼狀況 你要去取消 其實都是比較難 所以視訊見面是代表說 目前正在談 但是有一些部分還沒談好 所以隨時等於 聽前觀其行的意思嗎 因為最高的領導人 做最後都是排版定案的 所以他們基本上來講 是定大方向 他們不會去定資結目 所以他們是大方向要確定 那對中方來講 它的大方向很清楚 就是你美國對我中國的態度 是怎麼樣 就是說你如果要把中國列為是競爭 所謂的激烈的競爭 或者是負責任的競爭 而且這個競爭你的定義是 只准我美國贏 你中國輸 這樣的一個態度的話 那這個就不叫競爭 這叫對抗 所以如果你對於中國的態度 就是只有對抗 那我就奉陪到底 那既然兩邊都要對抗 那就沒有必要見面 也沒有必要視訊 就沒有必要 因為意義不大 當然 但是如果我們兩個人要見個面 要好好來談 對大陸的態度就是 那先把我們的關係先說清楚 如果我們的關係是敵人 那我就是你的敵人 而且我會是你很可怕的敵人 如果我們兩個人的關係 不是敵人 但也不是朋友 可以 就是我們可以不是朋友 也可以 但是也可以不要是敵人 可是如果是不是朋友 而是敵人 那我會是你很可怕的敵人 所以我覺得對大陸來講 他現在沒有要求 美國跟他是朋友 從來沒有要求了 以前他還是希望說 中美可以成為朋友 但是現在很明顯的 大陸已經把這個 期望已經丟掉了 大家各自安好 對 那也就是丟掉了以後 就是不是朋友 也不是敵人 但是如果你要成為敵人 我就是你的敵人 而且絕對是你一個可怕的敵人 是你一個非常麻煩 非常痛苦的 頭痛的敵人 好 所以我覺得 以大陸來講 習近平 我覺得他是 最高的領袖做的都是大格局的 不會是做小東西的 那做大格局跟台灣不一樣 因為這個蔡英文只管他的IG流量有多少 這個格局比一個網紅還低 這個就是我們民進黨的領導人的格局 但是以白宮官員來講說 可是拜登強烈的希望一對一真人見面 但是習近平沒有承諾 而且只要視訊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早時間放出來的是白宮 而不是北京 北京是過了幾天以後 他們才是承認有這麼一回事 就是有談到這個事 但是第一時間放出來的是白宮 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白宮比較急切 他比較急切 希望能夠見到面 能夠視訊 但是我個人還是覺得 目前來講彼此之間的談判 還是一定會很艱難